歌詞跟詩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有時候你 可能有些 因為我報名的在座有些會教那個歌詞稿 我看過很多大家都很認真 那首先你去區隔什麼是詩什麼是歌詞 像 傳統的一些傳統像 古詩詞 所以古詩詞可能就是從詩經啊 主詞啊 漢父啊 唐詩送詞圓曲啊 像這些古詩詞 他都有基本的對障 有評測 有韻角 只有現代詩沒有 因為現代詩可能 古詩運動 白環運動之後 他就是創作的格式被解放 然後他的好處是 有能力寫詩 讀詩的人多了 因為他束縛少了嘛 其實如果你要填那個宋詞 依照一定的格率去填宋詞 其實不容易填到 縱使你高中畢業 大學畢業都不容易填 何況以前讀詩詞的人很少 失智率很低的狀況下 幾乎因詩作對那些 都是幾乎是文人的專利的 而且縱使你讀了一些基本的 語言能力不見得有能力去做詩或填詩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呢 他就侷限了他的發展 所以有能力寫詩讀詩的人很少 可是 武士運動之後就多了 因為那時候推唱 我手寫我口 我嘴巴講的話就是我手寫的字了 因為中國古代是 分開的 就是書面語 文章是一回事 文章裡面的用語跟平常講話 是不相干的 就是說文章裡面的直呼哲也那些話 其實平常講話是不會用到的 那像一些張偉小說 比較白話的張偉小說 就比較貼近 那個時光背景的用語 所以大家很喜歡看張偉小說 也許廉小說